上课时间一到真民国小大门口 仿佛成了回车场 在老师引导下 车辆倒车回转再出校门 这个地方我们的回转半年其实很小 那大车小车同时接触的时候 其实很容易发生危险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在校内 老师就要像交通警察一样 随时在指挥交通 然后像我们的那个大车要 倒车的时候 其实他看不到后面的摩托车 都要靠我们的老师去掌控那个摩托车 要不然摩托车跟大车小车很容易会互撞 那这一个是非常要小心的部分 不只车辆每天在校园内回转 接送孩子不方便 校园外车辆路边停车 让孩子下车 也常常造成降风街交通回堵 这边会一路回堵到立德路上面 因为那个时间立德路也会有二星上去 对 然后这个地方因为这个红绿灯很短 所以加上他进去在那边回转 然后这车会塞在这边 他就变成车子上不来 然后那边就会一直堵到降风街 降风市场那边 正名国小校门口 因为停等空间不足 每到上下学造成交通拥挤 市议员张浩瀚 两年前积极寻求改善 向教育部争取经费 在校门口设置回转道 和通学步道 希望解决家长接送乱乱象 过去正名国小的一个校园入口 其实非常的一个不方便 尤其在下雨天的时候 那家长在接送 其实因为场地的一个失华 所以十分的一个危险 那另外因为这个停等区的不足 也容易导致 降风街交通涌灾的一个情形 那我想从两年前 浩安就与我们当时的王春可校长 以及现任的一个王佩南校长 共同来做一个讨论 就是希望说寻找一个方式 来改善整个国小的一个校园入口 那终于再经过两年的一个努力 那向招育处来争取相关的一个经费 那到现在已经开始进行了一个施工 那现在工程预计在4月底前 能够顺利的一个完成 那相信这个新的入口意向 一旦完成了之后 可以符合我们对于人本计划的一个要求 让我们的一个家长 对学生的一个接送 能够更加的一个安全 那另外也可以来改善我们小峰街 尤其在上下课时期 那交通长期拥塞的一个问题 那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也可以给我们安然桥的一个居民 那带来更加便捷的一个生活空间 好我们非常感谢一座 张一座来帮我们支持 还有教育处 教育处支持这一个方案 让我们的小朋友 更安全的一个通学步道 那您可以看一下这一个是 以后它是一个回转的空间 那家长的车到这边以后 就直接回转右转左转 那它这样的话就不会像在里面 要回转空间的时候 它非常危险 那您看到那边呢 有一个楼梯步道 那楼梯步道以后 还会有一个雨折 那家长把我们的小朋友 放下来之后 小朋友就是走那个楼梯步道 顺着这条路 直接就走进学校 那日后这个情况之后呢 就不会有车子再进入学校了 那学校呢 就是一个最安全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也是对家长 是最方便的一个场所 你想要交通啊 因为都停在并排啊 有时候摩托车啊 就是很混乱啊 对啊 有时候学校也不能进去回转嘛 所以做这个 那个回转道就是 让我们这个交通很 非常的改善 目前工程已经在收尾阶段 未来规划 家长把小朋友放下车之后 可以直接上楼梯 进到校园 避免车辆进入学校 人车分流 学童行走更安全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